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种有没有 那种的 那其中有一个呢 哇 竟然住在台湾啊 很不错 竟然住在台湾 我相信各位应该有听过这个人 这个人叫什么呢 叫做金城企业 他叫做金车企业 旁边有一个金车企业 他是卖饮料的 卖饮料起家的 结果呢他想拍一个广告 什么广告呢 Mr Brock 咖啡的广告 他当时那个全球有没有 知名性很高的人 来怎么样 来拍广告了 所以当时呢他就找了谁 找了金城企业先生 当时呢他就要拍这个博朗咖啡的广告 就请谁呢 请金城企业先生来拍这个广告 万一像金城企业先生那时候怎么样 比如长头发 大概头发比主席夫人的还长 长一点点 然后弄的烫的那个大花卷卷的 然后呢穿的一洗白 什么叫一洗白啊 白色的衬衫 里面白色的内衣 他裤子没有扣啊 对不对 白色的裤子 对对 胸肉在那 白色的裤子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呢 穿着白色的鞋子 我们俗称叫做白马王子 可是呢 他骑的不是马 他骑的是什么 牛 对啦 他骑的也叫马 怎么马 叫铁马 有吗 没有啊 广告基本上十来秒 几秒就结束了 对不对 当时那个广告呢 就怎么样 风这样子一直吹啊 风一直吹哦 然后金城企业先生就想要 慢活忧活的就骑着脚踏车 就那个风一吹啊 他的头发就这样飘啊飘 然后怎么样 他的衬衫也飘啊飘 好悠闲 歉意的骑着骑着骑着 然后后来呢 骑累了就停下来 就在一棵树下怎么样 喝了这个咖啡 一灌到他嘴巴里之后呢 音乐就想起了 Mr. Brown 咖啡 就这样子而已哦 这个广告一推出之后 全世界就这样 哇 只要说这个就走啦 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拍的 怎么这么的漂亮 为什么呢 当时他照下有没有 就像绿油油的一片 然后这样白云一朵朵的 蓝天很灿烂 再怎么样 再绿色的山卵 就这样子哦 当然他们广告拍得很厉害啦 就这么美这样子 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怎么那么漂亮 可是呢 不会啦 还不错啦 但是呢奇怪 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 没有人知道啊 结果后来呢 因为金城武先生当时要来台东 拍这个广告 结果呢 当地的居民有没有 知道吗 因为有人追星的嘛 就来看金城武拍广告 就消息就慢慢的放出去 放出去放出去放出去 就有人知道怎么样 这个地方 而且我告诉各位哦 很好玩的是什么东西啊 待会我们去到那个 那个博朗大道的时候 那里面有一棵树 像那棵树啊很神奇 那棵树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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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金城武树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我不说 你们绝对找不到那棵树 为什么 它跟旁边的阿猫阿狗狗 是长得一模模一样样 每一棵都一样啊 但是就是因为那棵 金城武坐在底下 就这样子而已哦 结果这棵树怎么样 摇身一遍啊 好成名啊 真的就成名哦 叫什么树嘛 要叫摇前树 摇前树 真的哦 你没有那棵树 对不起观光客不来哦 对不起观光客不来 就是每个人到那边都 哇 金城武曾经在这底下加持 就要在那里拍下 上次台风吹倒了 对啊 这个小姐你先 我们上次好语讲吧 大哥 对 结果就是很有名哦 结果后来大哥要提到 因为我还没讲到这边 他就把我提出来 所以说呢 几年前在四年前嘛 四年前 结果呢 那个台风从台东登陆啊 这么一登陆之后呢 就把那个青城武树怎么样 吹倒了 我告诉各位 新闻整个人来包这个台东 包什么东西啊 看到居民人民在哭啊 对啊 新闻新闻倒了 怎么办倒了 对啊 倒了没有人要来了 是怎么办的 我告诉各位啊 台东县政府啊 台东县政府为了这棵树怎么样 不行啊 这个大家要做什么呢 抗议啊 金城武树不能倒 要弄起来 这会怎么怎么样 真的哦 再把这个树怎么样 重新扶起来 再盖好 而且用那个铁绳啊 钢绳钢杆把它弄起来 结果呢 这会一弄好 台东的市民怎么样 smile 又笑了 为什么 人又来了 人又来了 观光客又来了 所以很神奇哦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就怎么样 就是我们待会要去的地方 就是我们待会要去的地方 台东那个地方 你没有吃到它那个便当 好像我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哦 真的真的 那个便当非常非常特色 非常非常有有有有有有有铭记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呢 最主要是什么东西啊 你只要到吃饭时间的时候 你要拿个便当找个位置吃都很难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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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东西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早期的时候 荷兰人来到台湾 把后来被震灿工赶走之后 他的债库里面的全部都是什么知道吗 全部都是梅花朵的 就是你们所谓的八仙洞那边 那现在这个景色来讲 就是保八仙洞这个景色 所以长期旧石器时代来讲 什么叫旧石器 就是只会用石头磨成工具来作为猎杀 作为龙座 作为古捉 这个叫做19石器时代 那么台湾来讲就是本身的 在长平无法当中 19石器时代 关键所有石头 到了差不多 这个4000年左右 哇 这个手发现到的就是 属于什么 新石器时代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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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